壓力來自於台中港務公司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的離島工業局 還有一個是漁民漁會這樣子 這三個 那我來講就是說 一開始的時候是 我收集到的資訊是 台中港務公司是泰克最強硬的 然後他們就是 台中港還在繼續增見 他不是現在這個威風 然後他還繼續增見 我可以那個不要用麥克風嗎 他繼續在增見 所以他是一起這樣增見 所以他現在這個規模之外呢 還有一個新的那個 他的那個藍土裡頭 是切出去離岸山海裡的 就是等於是把那個白海豚 南來北往的棋地是切過去的 那其實六七已經切過一次了 我們知道以前是可以到高雄 高雄還開的到白海豚 可是六七就切過一次 所以他現在變成兩邊嘛 那另外一邊好像已經快沒了這樣子 我不知道好像也沒有了 應該不是快沒有 是沒有了這樣 你有調查到這樣子 然後現在就是說 而且呢 港務公司又認為說 嗯那個我們大家一起開會的時候 這是行政院核定的 這是行政院核定的喔 所以你們禮物決在場 你們也沒說不行 所以你們就要旅 你們就是必須要那個旅約 然後就一副就 欸這是我聽來的啦 就是一副認為說 嗯有事無恐就對了啦 所以那個齁 他們預告的時候 就不需要發文給相關的 相關的局處 然後呢 港務公司的態度就是這樣 他就覺得說 嗯你不能公告 因為這個齁 除非你修改那個範圍 或者你就是不能公告這樣子 可是你們想也知道說 他這樣子修改下去 其實你化中央切齊環境沒有什麼意義 你又再次切了他的 切割他的漆地這樣子 然後後來呢 我就做這篇報導 我就打電話去問這樣子 而且我就去看他們 因為我就去看他們的那個 看他們的資料 然後我就發現不得了 他們居然台中港跟高雄港 都要成為綠色港部這樣子 其實綠色港部 在英文翻譯直接翻譯叫生態港灣 可是他們就用這種 綠色港部這種用詞這樣子 然後呢 反正意思他的綠色就是說 很乾淨啦 廢棄物有回收啦 然後什麼什麼 有什麼 就諸如此在叫綠色啦 就完全不提生態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看了那些資料 就說 居然叫生態 居然叫做綠色港部這樣子 然後切割白海豚的漆地 我打電話去採訪 然後採訪的時候 那個 他們就有一個總工程師 就回電話給我這樣子 然後 他就一直跟我解釋 他們要怎麼樣做這個 綠色港部要怎麼做 然後就跟我說 一直都說 他們這個台中港有多麼偉大 當初呢是一個沙灘 然後不適合建港 可是他們用了人定勝天 然後用了多大的力氣 每年到現在每年還在清淨 然後讓他維持一個香港的規模這樣子 我聽了就更 不知道 聽了就更怒這樣子 然後就一肚子磨 我就想說 原來那個本來海龜還可以上海 現在居然變成那個就不能上海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地方如果真的不適合建港 你還建港的話 怎麼會叫做綠色港部呢 然後他在提到那個白海豚的時候 他就說 這個動物保護的部分 我們也是會堅固 然後他們就會用什麼導引的方式 讓白海豚可以 這不是跟那個什麼白海豚 找到一條嗎 就更怒對不對 所以我就 聽到這個我就不想再提下去 我覺得好 這個是智商都會強敵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再講了 你講這些東西 都是錯誤的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麻煩你多讀書再來跟我討論 這個寫一篇報導 那後來我寫了一篇社論 那篇社論就有把那個 台中市政府做的那個什麼 白海豚那個生態館 也一起談了這樣子 因為整個都是 概念就是非常的荒謬 就是說 不應該建港的地方 你建了一個港 然後你要叫做綠色港部 然後呢 白海豚活生生的就在你的外港 然後你不去保護他 你在這邊弄了一個什麼 沒有白海豚的那個館 展館 整個都很荒謬 所以我就寫這篇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應該要生氣的時候 還是要生氣一下 後來有人告訴我說 跟公務人員吵架的秘訣 你們要聽嗎 要 你是公務人員呢 他說公務人員他不能回嘴 所以你們就皮皮的罵 千萬不要動氣 我那次是真的很生氣 所以有點舒人的感覺 下次我知道跟公務人員吵架不要了一點 欸 這樣會不會太過分 好 八點了 我們休息十分鐘 可以嗎 可以 老師這樣可以嗎 休息十分鐘 可以講這種八卦嗎 可以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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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